1、2、3、4 你好,Terence哥哥,聖誕快樂 Ami姐姐,聖誕快樂 謝謝,我看到桌上有這麼多信封 是否給我的聖誕卡 其實這些是小朋友選出 在2022年香港的環保大事 那就是我們小朋友開電視的 五大環保議題 好像流行榜一樣 不如開來看看吧 好,順便看看是否你心目中 最大的環保議題 好,我們先看看這個 咦? 猩猩的裝飾是否在說聖誕節 差一點 這個其實是說我們的猩猩局長 前任黃錦星局長的化名 他已經離任了 新接手的局長叫謝展環先生 同時這個環境局也改名為環境及生態局 他承接了部分 之前有食物及衛生局的一些職能 包括食物安全、環境衛生 以及餘農及勤促公共衛生 等等的政策工作 這個就是我們開啟的第一項 究竟第二項是甚麼 好,我們先看看這個 是一個不極紅 還有… 其實四個字都可以交代 是,氣候暖化 沒錯,其實就是氣候變化 我想在小朋友開電視裡 也說了很多次 沒錯 其實這是影響全球人的生活 也是一個世界關注的議題 浩熱的日子的日數越來越高 寒冬的日子越來越少 還有雨量也是因為氣候變化 越來越多 絕對是一件大事 沒錯,這個一定要進入我們的排行榜 我們馬上看看第三個 這次有點厚度 對 嘩 嘩 竟然是這樣 我以為會是一個很厚的勵士 只是一個紅色的膠袋 究竟代表甚麼 其實這個代表了 未來的新一期膠袋稅的制度 也會實施 未來的膠袋稅 將會由原本的五毫子提升到一元 當中要特別留意 有一些原油的豁免已經會取消 包括了盛在冷凍和冰凍食品的膠袋 就不再豁免了 我還有提到一件事 對於買一些散裝產品 例如買水果 好像蘋果一樣 或者買麵包的時候 可能本身有一半包著有紙袋 這種情況下 將會規定同一個交易中 只可以用一個膠袋 那我們就要留意 可不可以盡量大紙的環保袋 好了,這麼快已經到達第四 究竟是甚麼呢 嘩 馬上就看到一套餐具 不過也是一次性 這個我知道 就是叫我們不要用這麼多 這些積氣的餐具 對嗎 沒錯,其實附帶 將會亦是法例實施 就是食肆不會再派這些 塑膠的積氣餐具 特別其實兩年疫情之間 很多人都提出這件事 終於我們也有一個回應 是,就可以實行到 就可以減少浪費 看到最後 究竟是哪一件事 讓我們選入這個榜 中 很清楚就是我們的生態捍衛 沒錯,其實很多小朋友 都先後參與過這個活動 其實我們之前節目 一直都是給小朋友 去學習 一邊可以鼓勵大家 上山去靜山 同時也是欣賞敬式 學習大自然的知識 真是很歡迎 更加多的小朋友 都可以參與 今次我們選了五大 其實還有很多環保議題 我們都要留意 下一年 希望我們這個表 可以愈縮愈短 再次見一見 那